好的 第二輪赤格賽 剛才一開始的節目 一開始之初 說不想輸他的人 說最想贏他的人 麻煩請接連的出來 好 因為他已經出來了 來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台北市議員毀了幾百位 對啊 真的 這麼多 第二個提示請看 便當 那個便當 我就認識一個 台北市議員跟便當有關係的 他叫 現在不是議員 他是 黃平洋答對了嗎 答對了 厲害 厲害 很好 對 我跟他同個質詢組 又滿有私交的 好了 請戴傑欽 今天我們在九龍哥公路有賽 請就位 好 來 戴傑欽同學 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之後 但大的國際事務戰略研究所 法學措施 非常好 來 看一下我們為您量身打造的 九龍哥疑型 請公布 什麼叫客製化文 這個就是公布 松山信義選區的 所以松山命名 OK 微校單車 你對於所謂的共享經濟 對 U-bike 你是非常的了解的 夜市美食你最愛 扭蛋機 在你精神總部就有 卡通明星你孩子最愛 對 陪小孩看 對吧 而且孩子還看嘛 你孩子一個高二一個大二 其實現在很多卡通 是成人都還愛看的 成人卡通 不是成人卡通 是成人也愛看的 流浪貓咪 關心棟寶的問題 清朝閣各 也看宮廷劇 常見成語 聽說國文還不錯 還勉強 對 勉強 好 這麼多的題目 先選一個最有把握的 那個 微校單車好了 加油 微校單車請出帝 題目指 請問 我的答案是C 10元 請鎖定 不假思索 就這個感覺 非會員10元 那會員呢 5元 什麼情況下不用錢 以前三十分鐘免費 會來取消 對 因為三十分鐘 騎得快的話 你可以從一個地方騎到好遠的地方 對 比如說如果騎得快的話 搞不好 台北車站可以騎到快收狗 絕對超過 三十分鐘 絕對不只 可以騎到南港來了 可以騎到南港 如果沒有紅綠燈的話 我說過那個表現方式是陳衛銘的 是 我們政治圈要嚴肅一點 對 請 謝謝 恭喜 不愧是議員 不愧是議員 好 在一半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前四小時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那麼每三十分鐘是收五塊錢 不是會員的話呢 是每三十分鐘收十塊錢 那不管是不是會員 只要超過四小時以上 四到八小時每三十分鐘 就要收到二十塊錢了 那一旦呢 超過了八小時以上 每三十分鐘就要收到四十塊 那這個如果你是半小時以內 還是要以半小時計費 來 第二題是選擇 流浪貓咪 流浪貓咪 請出題 三分四 新娘倒數 如果看到路上的流浪貓 耳朵缺了一腳 那麼代表這一隻流浪貓如何 A 打了預防針 B 有屈蟲 C 已經結紮 我的答案是C 已經結紮 來 請鎖定 沒有爭議 毫無懸念 好啊 那就 你不要不義什麼講一下 沒有 就是我們要怕他 為了要怕他 又怕他那個繁殖過多 我們要源頭管制 所以我們每年 動保室都會編列預算 委由民間來幫我們做一些 截輪貓 體驗他撿耳的動作 撿耳貓就是說 他已經被解紮過了 還好人沒有這個規定 人截到不知道要撿哪裡 我不曉得 真的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那個大概我第一男人 可以... 不用... 不用... 你剛剛有問題 請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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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來 散華 再補充點其他概念好不好 來 就是因為流浪貓 過度繁殖的關係 所以之前非常盛行TNR 就是先抓捕絕育 再放回原地 那為了要讓這些幫助者呢 可以知道說 這個流浪貓 牠其實已經經過絕育了 所以通常會打上耳標 如果打上耳標的話呢 只要這救救者看到了這樣的流浪貓 就是餵捕牠一些... 就餵牠一些東西 一些飼料給牠吃就好了 因為牠已經結殺過 就不會再過度繁殖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第三題 怡文在門口囉 來 請選擇 卡通明星 卡通明星 好聽 請助理 最新的兒童票選獎出爐了 最受歡迎的卡通是哪一部 A 櫻桃小丸子 B 粉紅豬小妹 C 海綿寶寶 好難喔 我的答案是 C 海綿寶寶 請鎖定 為什麼沒有選櫻桃小丸子 我從A跟C挑一個 因為我覺得那個 豬小妹應該 沒有到那麼受歡迎 我猜B 有人猜B 我猜B 我猜粉紅豬小妹 說 因為...因為牠的題目 是最新的票選 那櫻桃小丸子跟海綿寶寶 已經有一點過時了 牠已經櫻桃老丸子了 對啊 就是像我... 海綿爺爺 對 我不關心卡通 你是這樣猜題的邏輯 從新舊的邏輯來猜 對啊... 梁文傑議員也點頭 對 因為B我沒聽過 所以顯然是最新的 那也許現在是小小 可是最新不一定受歡迎 也對喔 牠可能是最晚出的卡通 可是如果牠真的那麼受歡迎 照理說我們也應該稍微會聽到一點點的 沒有 因為你們都太大 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粉紅豬佩奇 全世界爆紅 真的嗎 紅到一個爆 對 你怎麼會知道 你只要常常去逛玩具店 比方說玩具飯店 有常常賣玩具的地方吧 對不對 然後有些乾媽店外面不是有扭蛋 什麼賣玩具那種 有的傳統書籍也有賣玩具嗎 你現在去看 粉紅豬佩奇 你隨便看一定隨便有 可是夾娃娃店很多 還有很多海綿寶寶喔 夾娃娃還有那個小丁當 什麼老夫子都有耶 誰夾老夫子 夾大番薯 大番薯 秦先生耶 劉欣欣 大神婆好不好 請揭曉 拿電了 你差點拿不到 好強喔 你剛剛有沒有心虛 很心虛 因為真的不用猜的 完全是用猜的 我被你們講的 我都覺得他錯 他完了 對啊 所以我硬拗一句心不一定是 最受歡迎的 好 這是尼克頻道的 Kids Choice Awards 就是兒童票選獎 那我們在每年都會有 十四歲以下的這一些 兒童 青少年 他們藉由網路跟手機 來進行票選 當年度他們最喜歡的電視劇 或者是卡通影片 甚至是電影人物 或是音樂表演 那麼在今年這個票選結束之後 第一名大家最喜歡的最佳卡通 還是海綿寶寶 很多人都說海綿寶寶 這聽起來好像已經很久了耶 事實上 他從1999年播出到現在 已經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了 這一些海綿寶寶 依舊非常熱門 還是大家現在心目中的TOP ONE 來 給你得到 一萬元的智慧神秘 謝謝 很好 要再答對一題很厲害 真的嗎 來 準備 第四題 你在你的競選總部 放了一整片扭蛋牆 對 你幹嘛 沒有 我做我自己個人的公仔 找人家設計 那因為小朋友喜歡玩扭蛋機 所以小朋友經過看到扭蛋牆 好興奮 然後跟媽媽要五十塊 就可以投進去 就可以拿到一個我的公仔 那有沒有人家說 小朋友都很散啊 通常不會這麼沒禮貌 扭蛋機 來 請主題 三分十五秒到數 扭蛋最早是從美國開始的 請問最一開始的扭蛋機裡面 放的是什麼 A 口香糖 B 文具 C 小玩具 C 好題目 小心喔 我的答案是 A 口香糖 請鎖定 你本來懷疑哪一個 不是 因為我覺得文具跟小 我本來是覺得小玩具 因為通常覺得裡面都是小 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可是因為文具跟小玩具太接近 我覺得是屬於同一類的 那以前我們 我把它想像成那種 自動販賣機的概念 一開始可能是以賣吃的 就是販售吃的東西 會比較吸引大家的住 你是猜的 並不是原來就知道 我是用推論的 就是用排去吧 因為他們兩個是一類嘛 那這個是另外一類嘛 對 我懂他的意思 那兩個中間又要再選一個 那就機率更低了 那乾脆採一個不同類的 老實說 我覺得是文具 我好像看過這個 文具 我好像看過這個故事 好像因為牧師就是 有很多彩蛋的東西 他就想到 在裡面裝文具 然後送給小朋友當禮物 小朋友就覺得很高興 就會珍惜這個文具 因為它是禮物 我好像看過這樣一個故事 我印象中很像 就是口香燈 對啊 我印象中 印象中 請介紹 好厲害 所以一開始呢 扭蛋機其實是口香糖機 那他們一開始發明的時候 是要把口香糖切成一小段 一小段來販售 但在這個發明者過世之後呢 他們就把它改成球型的口香糖 投錢進去之後就會掉出這種球型口香糖 可以販賣 後來呢 他就慢慢的裝入了一些小文具啊 跟小玩具 那麼第一台正式的扭蛋機呢 是在東京的淺草 所以這個時候啊 哇 這一開始賣一顆的扭蛋啊 只要日幣十塊錢 所以好多人都喜歡去買 買到多誇張呢 一天居然可以賣出一萬顆牛蛋 那又因為頭的都是十塊錢 讓當時日本的這些銀行行員 數十塊錢 數到手都快要斷掉了 你已經贏到了 第五題 請選擇 還是你的選區 常見成語 還是 常見成語 請出題 成語名進高學 是指官員公正聯名 請問這個成語的由來 跟誰有關 A 請始皇 B 和五弟 C 包青天 我的答案是B和五弟 請鎖定 我覺得包青天這樣太明顯了 包青天你第一個就刪掉它 對 我覺得太明顯應該不是 明進高學 那秦始皇 包青天應該是公正無私吧 他當然是明進高學的典型人物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一題要猜包青天的話 我覺得那個關聯性太強了 為什麼不猜秦始皇 秦始皇 基本上在我們的定義裡面 他算是個比較歸類在暴君那一類的 在你新聞中 漢武帝比較像是明君 我是用排斥法 認為他對的舉手 有三個 你為什麼不舉 我覺得是包青天 你就認為是包青天 對 你為什麼不舉 我覺得是秦始皇 你們有本事一人選一個 不是 因為所謂的明進 就是在明堂的禁止 明堂就是所謂的客廳 以前的客廳是正 四方面對正外面 那我印象裡面好像是 秦始皇他很多疑 所以明堂上多掛一個鏡子呢 就是左右的侍從 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可以不用去看那個人 就偷偷看這個鏡子 就知道這個人是不是心存鬼胎 想要來刺殺我 或是刮刮之類的 我印象裡面好像是這樣 維銘哥講的都好有道理 剛才你扯的那個牧師想說 好有誰福利 現在又來了一個這個 請介紹 是誰 來 尚華告訴我們 答案是誰 正確答案就是秦始皇 這是根據漢朝流星他所住的 《西京雜記》裡頭有寫到 秦始皇得到了一面鏡子 那據說正面鏡子 有很神奇的功效 任何人呢 只要站在鏡子面前 五臟六腑 都會被看得一清二楚 甚至連心中的雜念 都能夠看到 因此秦始皇呢 會叫他的後宮嫔妃啊 宮女啊 侍衛啊 通通來正面鏡子前面照 一旦發現誰心懷鬼胎 就馬上處死 那後來呢 這個他其實一開始的典故 我們會稱他為 秦靖高玄 後來引申為明靖高玄 說的就是這些官員呢 標榜自己連鎮 而且公正連鎮 那又是非常清廉的官員呢 就會在自己的大堂上面 掛上明靖高玄的字樣 以示自己是一個公正的 一個好官 至少答對四級啊 是吧 好 得到一萬字的新幣 可以拿到的獎品 也是很感人的 來 請坐下 聽好啊 那恭喜戴希青議員 得到的是 是 春雀國際溫泉酒店 經典科防疫博弈史 哇 這個在羅東五星級的 一個溫泉飯店 可以俯瞰宜蘭的美景 享受在地美食 恭喜你囉 好 真好棒 謝謝 可以休假 可以休假 剛好是宜蘭人 剛好宜蘭人啊 對 最近也吃到這個飯店 剛好可以回故鄉去 非常好 我們進行下一回合的資格賽